在於哪裡呢 除了圍繞LOVES的藍寶的發揮以外 這邊另外四隻的角色他們可以在遊戲裡面造成什麼樣的效果 正常來說就是Midnight Sun他們必須要利用大招 而且LOVES沒有大絕的過熱 蒙寧套了自己的大絕 LOVES必須要腳閃離開 FG這邊想要收人 但是看到WINS的進場直接一個普攻帶走了手殺 Dive一個有大絕的兵女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WINS上到了六級 直接迪瑪西亞蓋進去 在競技場中達到了一個Double Kill 這一波MSE的DQ沒有擊中Chunks的進骨水牢 順利的擊飛以後WINS的血量見底 傑哥吹起了他的季風 但WINS抓準了機會進場 終於拿到了一顆人頭 露萍開啟了狩獵進來 目標選擇在地裡面的Empty 雷克薩之間被露萍給擊殺 傑哥繼續追上去 這個颶風呼嘯短了一點 因為沒有蓄能滿 所以沒有辦法擁有兩邊的輔助也都在旁邊 這個進骨水牢歪了有點嚴重 邱宇這個回彈把Chunks推到了塔前 但塔並沒有攻擊 托爾斯這篇除如其他的攻擊帶走了 WINS順利的擊殺掉了Chowy 這邊人數上NSE的集結是比較快的 他直接衝CDR之後來Pug更多的大招 找成這個閃現 找成這個閃現 最後選擇了冰自己 那隊友在吃龍這邊應該是要死亡了 因為對方已經撤動了 另外的三個人過來做一個4加1喔 早成即使再厲害這邊還是得倒下 TPA又是受到三個人的夾擊 這個擊出冰刺的位移是被幻影鎖鏈給鎖住 反正的永動墳墓想要換WISH的生命 但並沒有成功 送出了他的第二顆人頭 而且中路這邊沒有一個機會推進 因為對方虛攻警行 的確要來一個二打三陸品直接瞄準的托爾斯 他閃掉了靈光炸彈 閃現以後繼續做追擊 反而就是叫出了閃現 那捷克這邊吸引到了NP的注意 但WISH終於找到一個機會 在自家的野區收走陸品的人頭 拿到一個暴走401的戰警 想要把中路給解放出來 這邊MONING又是一個1進場 直接閃現大絕WISH 配合了Chowy的傷害順利的Shot Down掉了 我們打 哇 早成這邊沒有大絕 他的話胡亂會存活嗎 右邊的開戰 的確早成死掉了 但是Chunk這邊也被抓掉 偷爾斯找到一個機會對Chowy做輸出 Chowy交出了殺死敵仗 往左邊推推到了兩個人 但TP 傑哥也開啟了大絕 但LOVES身上其實有閃現 他閃過牆以後拿到了一個Triple Kill 打 哇 溫子這邊又是被WISH給連住 這個巴龍 這個巴龍應該要被拿到了 但下路的TPA的路品也拿到了一路水晶均營 巴龍是把我們的LOVES給擊殺了 但是還是讓MS1掌握了這個巴龍BUFF 而直接被動在原地秒殺 哇MS1剛剛這個巴龍BUFF的好球 這一波的失誤我覺得是大到 就是沒有BUFF可能就是TPA就有一個機會夾擊 這邊是要強抓落單的Chowy 剛剛Chowy在跟河蟹玩的時候 這邊是被抓到 LOVES也閃現過去這個沙皇的牆以後 把他給帶走 LOVES這邊拿到了第五關鍵 遠方的警告海浪已經進來了 海浪完就是飛彈要射進來了嗎 飛機進來 飛彈進來的位置還不錯 卡車到兩個人 路品的位置很危險 腳閃 好險傑哥留下龍捲風捲飛以後 TPA的人等待這個大拳結束以後 進場但WISH的動態還是滿超段 LOVES的驚人已經用掉了 情況下被殺掉傑哥直接黏上殘血的Chunks 輔助的對打 傑哥完全不給機會拿到了這顆人頭 只剩下殘血的WISH 擔保跟對方的AD路品對點 把路品掉 WISH找到了一個機會 兩段的DASH的位移 直接踩死殘血的傑哥 這個塔很痛耶 但是這上去了 因為你堵數你也是 重路這邊EMPT進場 這邊沒有任何的空間 要被路品 好 掰掰了 三分之一血直接被普攻給帶走了 這一波要一波倒了嗎 Chunks也無力回天 直接在前面被融化 LOVES開了驚人 但所有人拉開了他的火焰 噴射五個人一泳而上 WISH從右側的進場 Money扣了大絕等了他很久 直接把他給動成了冰塊 Toros一個人在塔下沒有辦法守護 門牙藥直接被摧毀了TPA 要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遊戲時間36分鐘 順利的拿到了他們LMS開機的三連勝 其實這一場我覺得WISH的 樂不然玩得比我想像中好了